今天国内新增219例本土确诊个案 另外新增了22例死亡个案 累计有308人病逝 而在确诊先世的分布来看 以新北市123例最多 台北市54例其次 虽然确诊数跟筛检阳性率都持平往下 但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还是没有放松的本钱 而新增22例死亡个案当中 案8836是一名30多岁的女子 没有慢性病裁剪由因转阳 却在住院5天后就病逝 指挥中心研判体重过重 可能是病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就怕病毒前藏社区 趁着端午廉价再扩散 指挥中心和各地方政府 一再的喊话要民众别返乡 双铁的端午订票也都明显下降了 陈时中也特别的谢谢年轻人 忍受不变忍着想家的情绪配合退票 谢谢 谢谢年轻人 就怕病毒扩散 指挥中心一再喊话 终于有了效果 指挥官特别感谢年轻人 因为端午廉价 很多打算返乡的游子 现在忍住想家的冲动 让双铁的端午订票 有明显下降 高铁的部分经过退票之后 6月11号到6月14号的总量 不到5万 台铁的部分大概3万左右 指挥中心一再呼吁 不要返乡就是孝心表现 希望减少端午廉价 人流移动 大家真的听到了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是说谢不谢 就是因为这是大家的事情 我自己很感动 觉得大家都有做到全民防疫 而本土新增的确诊数 跟高峰期相比下降了不少 6月8号国内新增了219例本土确诊 以新北市123例最多 台北市54例 苗栗因为移工群聚的关系 确诊数增加了16例 桃园市13 基隆市8 彰化台南新竹等地 也都有确诊个案 虽然确诊数下滑 但新增死亡仍有22例 其中案8836是年仅30岁的确诊者 没有慢性疾病 5月29号快筛阳性 PCR裁警阴性 但31号由因转阳 6月1号住院后 5天随即病逝 指挥中心研判 很可能是个案体重过重 导致病情恶化 新北市在快筛上面 快筛的3900 那检查案例 大概有阳性的快筛阳的39例 那阳性率到一点多 不过毫无放松的本权 在现阶段来讲 由于我们刚刚这个数字 刚刚才有下降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们所有的防疫错作为 应该还是要绷紧的神经 专家也持相同看法 认为目前防疫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最重要的 还是得做好相关防备 就把病毒抓到空档 继续散播下去 记者陈子杨 高紫瑶台北报道 疫情爆发时被视为 是救命良药的瑞德西韦 现在被质疑难道药量严重不足吗 有家属投诉自己的妈妈确诊 住进家户病房 但请医师申请瑞德西韦 都已经超过一周 却迟迟没有下文 无法用药 对于病患家属的不满 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 张尚传回应 瑞德西韦并不是所谓的救命药 根据最新的科学实证 他的用药时机是在病患住院之后 需要使用氧气 或需要高流量氧气的时候 一旦病况加重 甚至需要插管或叶克膜时 这个时候用类固醇 或是一些单株抗体药物 才可以真正地降低死亡率 如果重症却投影瑞德西韦 反而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 疫情爆发时 被视为是救命先丹的药品瑞德西韦 现在在台湾难道药量严重不足吗 有家属投诉自己的妈妈 因为确诊新冠肺炎 早在5月29号就住进家户病房 但医生却迟迟没使用瑞德西韦 怒批药物都已经申请一周了 却仍然等不到救命药 个案已经插管或使用叶克膜的时候 使用瑞德西韦对病人的预厚或是降低死亡率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甚至他的使用瑞德西韦以后 可能比不使用瑞德西韦死亡率还相对危险高一点点 瑞德西韦的使用时机 专家咨询小组张善纯解释 清晨时哪怕已经住院但不需要氧气 都只需要用单株抗体药物治疗 只有在住院后需要使用氧气 或是需要高流量氧气时 才会建议投一瑞德西韦救治 而一旦病况再转差 使用肋固醇或是抗细胞激素抗体药物 单株抗体药物都比瑞德西韦更有效 不过因为台湾现在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已经高过全球的2.16% 从死者的病毒基因定序中来看 还是英国变异株为主 没有发现新的突变 因此前金管局局长张鸿仁就说 当社区发生死亡后才确诊的状况 就表示疫情监控体系已经失灵 重症照护也失能 更质疑现在用于治疗重症的药物不足 而且管制过延 除了瑞德西韦之外 许多新药根本来不及进口 这是社会的三大警讯 1月11号到6月7号 我们200多个死亡个案来看的话 年纪60岁以上的已经占到92% 那他们有潜伏疾病的是占了八成三 所以这当然就是造成容易死亡的 一个重要的一些因素 那这些抗体药物或类估层 各医院自己都有 自己都可以就决定可以使用 江战权亲上火线逐一反击各界质疑 用数据说话 就怕外界过多的质疑口水 会严重打击医疗信心 解这么道 台湾新冠疫情这一个月来 从境外一路转为本土社区感染 指挥中心也将开会重新检视 疫苗政策及疫苗接种对象的顺序 由于近来台湾爆发多起移工 和长照机构群聚事件 有专家认为移工防疫控管难度高 应该将移工纳入优先接种的对象 另外也能抵照英国和意大利 把长照机构人员和高龄长者 挪到第一或第二接种顺位 还有不少职业别也想争取 优先施打疫苗 像是外送员等等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要依照现有的疫苗数量再做安排 而首批15万剂莫德纳疫苗 已经完成封肩检验 在今天已经完成配送 预计明天就能开打 会先配送7万剂 剩下的8万剂则是保留给第二剂使用 近来长照机构和移工群聚多点爆发 就有国内专家建议台湾应参考 英国和意大利把长照机构 和高龄长者接种疫苗的顺序 从第五第六顺位 往前移到第一或第二顺位 另外也要根据职业接触史 等TOCC资讯和慢性病史 运算出接种顺序 重症死亡风险和接触风险 也要一并考虑 让最高风险族群先打疫苗 才能直接减少对医疗量能的冲击 移工它会发生疫情 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打疫苗 而是防疫的措施做的可能不是很弱实 那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长者 跟潜在疾病风险的放在前面 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社区流行 不止移工还有不少职业别 也想争取优先打疫苗 像是外送协会呼吁 希望将外送员纳入优先接种对象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要依照现有的疫苗数量再做安排 至于优先施打对象的第七类 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 究竟包含哪些也引发讨论 目前针对国家的重要产业 或关键产业的部分 我们有请国安部经济部跟教育部 分别来提出来 N手批15万剂莫德纳疫苗 已在6月7号封间检验完毕 8号先配发7万剂到各县市 预计9日开打 优先提供给第一类医事人员中风险等级 在第一第二级的人接种 剩下的8万剂疫苗则保留给第二剂使用 至于日本捐赠的124万剂AZ疫苗 预计在6月15号开打 将提供给社福人员洗肾患者 大学指考人员等7类人接种 现在接种顺序必须随着疫情调整 才能让疫苗发挥在最佳防守区 记者综合报道 国产疫苗争议不断 现在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疫苗场二起临床试验结果解盲 其实只会公布疫苗的安全性 还有中和抗体浓度 不会有外界最关心的疫苗保护力比率 不仅如此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更直指 我国三家疫苗场都是采用 尚未通过国际核准的 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等于是把鸡蛋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我国当时的确没有能力研发 mRNA技术的疫苗 而卫福部预防接种组召集人 李宾医师则表示 用抗体认证疫苗的效力 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台湾疫情持续闷烧 原本被视为抗疫利器的国产疫苗 如今却备受质疑 高端疫苗目前二期临床试验 评估数据都交由第三方单位 预估下周五就是解盲的关键时刻 两样方面则预计六月底解盲 但却有知情人士透露 所谓解盲只会公布疫苗安全性 跟中和抗体浓度 并没有外界最关心的疫苗保护力比率 恐怕会出现越解越盲的状况 中医院院士陈培哲还曾经公开质疑 国际疫苗都采取不同制造技术 对比国产疫苗却都使用 蛋白质次单位疫苗 根本是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那个时候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来做MRNA 进来中医院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也有考虑 蛋白疫苗是我们使用经验最多的疫苗 不会发生预期之外的不良反应 也不能够说 大家去做蛋白疫苗 就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经济管局长苏毅仁指出 即便抗体程度达到其他主流疫苗 厂牌的水准 但二期临床试验取得紧急授权EUA 只是战备疫苗的概念 最好还是别打在民众身上 如今或许只能等WHO释出抗体标准 自来替国产疫苗解套 接下来我们的电报道